作曲 李宁寅ters 作词 李宁寅ters 作词 李宁寅 parks 女黑 月远风般吹散烧香 将满轻眼上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的心头伤 夜儿了说无在尘上 又零时荒凉 伴下星月照千里过 与君已别凉 苍茫 变浪此举不归气 情度来生在续遇 争取往不流行 等心燃尽不过停 一晚未想度火 唤醒唐轻君已平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惊喜恨喜 两首难回天注定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然有情二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你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然有情二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月叹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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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別找了 百里茗霄 怎麼是你 韓芸汐沒想到是我吧 那封信是你寫的啊 是啊 非夜哥哥的筆記 我早就能模仿得一模一樣了 放開 過來 放開我 來 師兄 你 你怎麼在這兒啊 殿下 我 你為什麼穿著芸汐的衣服 我 殿下 我們派自顧太義家裡的護衛說 王妃娘娘已經回到宮中 雲婧姑娘 莫非是你 嗯 那所有的護衛都是跟著你回來的 那王妃娘娘呢 到底怎麼回事 師兄 不是你寫信跟芸汐 約她到軒原寺見面的嗎 我以為你要給她驚喜啊 我就 受罰擺脫了侍位 百里茗香 五弟跟你無怨無仇 你為什麼要殺他 他對非夜哥哥犯下的罪孽 足夠我殺他千百次了 龍非夜從來就不是你的 你沒有資格替他做任何事情 是啊 他從來都不屬於我 即使我為他受盡了苦楚 他也從不對我動心 可是憑什麼你就輕而易舉地 得到了他的心 我不甘心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殺了我 你以為我不想嗎 如果我殺了你 非夜哥哥會放過我嗎 他甚至會恨我 那還不如讓我去死 但是殺了你爹就不同了 你爹是他的仇人 我殺了你爹 非夜哥哥也不會把我怎麼樣 但是卻可以讓你痛苦難過 這就是你的目的 我真可憐你 因為即使沒有我 你也不會得到龍非夜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得到 你錯了 龍非夜會來救我 我們再也不會分開 你想得可真簡單 你和他之間 註定只能活一個 什麼意思 你放心 我是不會殺你的 因為我有更好的辦法 可以折磨你 我問你剛剛說的是什麼意思 你爹真不愧是毒宗啊 真是又毒又狠 如果他不說 這個世界上誰會知道 只有加入毒宗一脈的心血 作為耀眼 才可以解除古人之毒 現在毒宗已死 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可以 救非夜哥哥 但是如果取了你的心頭血 那你就會死 所以你到底是要 舍命救非夜哥哥 還是繼續苟且地活著 所以你就殺了我爹 這樣一來 只有我死 龍非夜才會活著 是 我說過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得到 如果當初 毒宗舍命救了非夜哥哥 那你和非夜哥哥之間 便再無阻礙 你看 韓芸汐 我也是被逼的 百里寧想 你就是個魔鬼 只要能夠拆散你們 變成魔鬼又如何 沒有什麼可以拆散我 因為即使我死了 我也會活在他心裡 再也不會分開 那我現在就取了你的心頭血 讓你再也見不到他 呵呵 李公公 你怎麼會在這裡 咱家不跟著百里小姐 怎能得知如此驚天的大秘密 你想幹什麼 只要韓芸汐一死 那軒原家的逆臣賊子也就活不成了 百里小姐覺得 咱家想做什麼呢 不 你不能殺了韓芸汐 只有她的血能治好非夜哥哥 我絕對不允許你殺死她 咱家在宮中見過月女毒妇無數 都沒見過你這麼扭曲瘋狂的 嗯 嗯 為什麼 我不是在救你 而是在救非夜哥哥嗎 你一定要救她 否則我變成鬼 也不會放過你 放心 我肯定會救她 我對她的心 不比你少 殺韓芸汐 好 殿下 保護殿下 殿下 你沒事吧 沒有大礙 百里民先受傷了 我們趕緊帶她回去 殿下 走 滅野哥哥 敏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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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用尽了所有 去爱你 这一生 能够遇到你 我很幸运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只可惜 冥香富博 恐怕不能再看着你 陪着你 非烟哥哥 我这一辈子 都是为你而活 可是你却棄我如碧绿 其实 我早就不想活了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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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谢谢你刚才使命救我 暗器上带毒 幸好是有你送我的药囊 芸汐 你不要心存感激 你并不欠我的 百里茗香的死 百里将军会不会介怀 百里将军一生效忠秦夕 即使在秦夕灭国之后 也未改出席 他对秦夕的忠诚无需怀疑 所以茗香的事错在我 如果我一开始能够处理好 也就不会变成这样 每个人的路 都是自己选择的 你不要把所有责任 揽在自己身上 如果需要 我去跟百里将军解释 不用了 我会处理的 你不懂 殿下 你总是这样 一直在拒绝我 唐离 你陪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 我想去看看师兄和芸汐 我求你别再去添乱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怎么知道 白鲤铭香和李全他们两个 会 会合谋韩芸汐 如果不是你 韩芸汐不会被抓 我哥也不用独闯龙潭 白鲤铭香也不会死 你现在不知道反省 还要去给人添麻烦吗 白鲤铭香死了 我错了 我要想办法去弥补一下 弥补 如果你真想弥补 就好好待在这里 哪里也别去 别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完全不顾虑别人 你可知道你的随心所欲 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我都是为了师兄和芸汐啊 如果你还要这么为所欲为 就请你回云空学院去 他一定讨厌死我了 我不如那些名门归秀 温柔之礼 整天就会欺负他 而且还闯了那么大的祸 如果我再死待在他身边 他一定会更讨厌我 我不如那些名门归秀 温柔之礼 整天就会欺负他 而且还闯了那么大的祸 而且还闯了那么大的祸 如果我再死待在他身边 他一定会更讨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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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见你 我肯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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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kat名没有 殿下 白礼将军那边怎么样了 白礼将军说 军中不可一日无将 便连夜带着白礼小姐 赶回去了 猴子 猴子 除了这些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太妃走了 军香也去了 殿下 属下曾经记得 您经常劝告唐离殿下 还有宁静小姐 珍惜眼前 莫待错过 后悔莫及 如今看来 这些话你应该多提醒自己才是 你说一些 deinen试 Presxy 我来以后 从新的全女厅 为了 统次 离开 大家 讨厌 开始 睡醒 audio 或者 れて 西芬告诉我 百里将军连夜 带着百里小姐走了 百里明想死之前跟我说 我爹把解毒方法告诉他了 我知道怎么解毒 真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有其他顾虑 告诉我 你是真的不要我了吗 如果你是因为我爹害了你全家 不能再接受 那我会离得远远的 不再打扰你 等我把药治完 派人送到你府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喜不喜欢 喜欢吗 当然喜欢 喜欢就好 你开心 我就开心 殿下 你还有什么最想要的吗 愿得一心人 百首不相邻 愿意从前的一滴一滴 不论我不在身边 只要是留陪在你的心里 小殿下不好了 宁静小姐走了 走了 她不会贪玩 又跑出宫去了吧 小姐说 她回云空学院去了 奴婢只怕 她在路上出什么意外 小殿下 您还是亲自去追回来吧 真是不让人省心 教训了两句就跑回家了 她会去她应该去的地方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 奴婢只怕 宁静小姐这次回去 就再不回来了 一个麻烦精 在这只会惹是生非 不回来倒好了 可是 下去吧 是 唐离 好不容易摆脱那个丫头 我应该高兴才对 怎么还会想她 对 我应该高兴 不想她 小殿下 您进小姐来信了 信 什么信 什么信 你先下去吧 是 承钦 承钦 成亲好 以后 再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精 逼着我娶她 成亲好 小殿下 小殿下 太医院的事情 微臣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 微臣想休假几天 回去好好照顾我家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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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太医 我哥 陪芸汐去北海了 殿下 终于跟芸汐小姐 重归于好了 姓氏 姓氏 顾大医 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听小殿下之言 这么多年 你难道真的对宁静小姐 一点感觉都没有 微臣是外人 但是微臣以为 如果小殿下 真的不喜欢宁静小姐 那么她嫁给别人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嘴上明明说着喜欢我 一转头 还不是随随便便 就嫁给别人 这种女人 我才不稀罕 小殿下 有些事情 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有多少人穷今一生 想要在一起 结果 却是无疾而终 小殿下已经拥有了 别人所没有的幸福 就更要好好珍惜 微臣想 小殿下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答案 那么微臣就先行告退 你 新人跪拜 新人跪拜 依拜天帝 不能拜 师父 不能拜 这不是唐离唐公子吗 你不是已经离去 回来又是为何啊 师父 竟然不能嫁给谢师兄 为何不能 因为 因为竟然喜欢的是我 嫁给谢师兄 他会包含周生的 孽徒 住嘴 竟然是喜欢你 可你呢 众所周知 小女是喜欢她 可是她又做了什么呢 事不相瞒 小女与此人早有婚约 可是就在大婚来临之际 此人逃婚而去 逃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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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人之举 邪恶之徒 不是 我是 我是 年轻 不能嫁 不能败 唐离 念在你我师徒一场 你今日若是来为你的师兄 和小女祝贺的 老夫自然欢迎 但是 你若是来 搅局捣乱的 老夫定不能容 是呀 是呀 怎么办 怎么办 锦儿 不能嫁 赵萌吧 继续吧 二拜高堂 不能拜 年轻 年轻 你不能嫁给他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可是有过会约的 你天天追着我 让我喜欢上你 可是现在呢 你却抛弃我嫁给别人 我 我不同意 以前是我错了 我误以为自己不喜欢你 一次次地拒绝你 伤害你 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 我不想你嫁给别人 要嫁 也只能嫁给我 恭喜呀 那个时候 你天天跟别的师兄弟玩 完全都不考虑我 看都不看我赢 所以我才会暗中使唤 想引起你的注意 锦儿 我喜欢你 你不要嫁给别人好不好 看来这孽徒 真是来搅局的 来人 来 来 锦儿 锦儿 你不能拜堂 宁静儿 你不要做傻事 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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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你出来 你不能嫁给别人 我们还没有解除婚约 你还是我的未婚妻 宁静 你不能嫁给别人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永远都不跟你盯嘴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宁静 宁静你出来呀宁静 你出来呀宁静 宁静 我说什么都是对的是吗 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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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说说不清 你没拜堂啊 拜什么堂 新郎都被你吓跑了 我跟谁拜堂 再说了 我怎么救命这么苦啊 成亲了两次 新郎都在拜堂的时候 我跑了 我以后再也不跑了 你跑跑关我什么事 我又不跟你成亲 你不跟我成亲 跟谁成亲 谁要是敢娶你 我就再闹一次喜堂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 我今天搞砸了一个婚礼 就陪你一个 我现在就跟你去拜堂 现在 对 现在 新郎官 别傻笑了 赶紧跟新娘拜堂了 新人跪拜 一拜天帝 一拜天帝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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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日子 天帝 要求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官 梁宵苦短 上官 你为何坐在桌前不过来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稀里糊涂就给你拜了堂 感觉我好像被你下了个套 中途可是换了个新郎官 包括师父他老人家在内 丝毫不觉得诧异 还有谢师兄也不生气 还有还有 这 我这新郎服怎么会那么合身 就好像 给我量身定做的一般 还有师母也没来 我哥也不知道 明明可以在宫里举行的婚礼 怎么就在一个酒楼就办了 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婚礼 有点太草率了 拉我拜堂的是你 床我洗堂的也是你 现在说我下套的还是你 怎么 刚跟我拜了堂 现在又要反悔啊 不反悔 不反悔 那你在这儿瞎琢磨这些干吗 不琢磨了 宁静 不对 娘子 今夜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 喝杯花酒 交杯酒 怎么样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你 我总觉得 我们下一秒 就会吵起来 谁要跟你吵架呀 桃李 你能不能认真点 好好好 我认真 认真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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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花 竹花 先把药喝了 再休息几天应该就好了 你伤口还疼吗 不疼了 你先躺下 先躺下 你不是一直想母凭子归吗 我还没准备好 疼 你没事吧 你伤口本来就没好 再这么折腾又该裂开了 都已经愈合了 怎么还会裂开 殿下 你先好好躺着 我 我把药拿出去啊 我 顾大哥 你来了 忙完了 过来看看你 小姐气色看起来还不错 可能是这里空气清新 景色又美 人也就舒心多了 这里确实是个 避世的好地方 小姐生活得好 那我就放心了 顾大哥 我刚好有事要问你 你跟我来 这儿 你看 看 这里是秦王殿下 为秦王妃所建造的 之前我也在这里帮忙 现在我住在这里 七少 你开心吗 这里 跟药鬼鬼一模一样 我打扮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介意 请不吝点赞 睡猎 这儿 请不吝点赞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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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